大家好 HG的小猫君要的家见面了 今天是情人节 韩国好多情侣都发疼了 不仅如此 低社还在这一天曝光了好几对情侣 有一对竟然私下恋爱五年 快来一起看看吧 李俊浩 林允儿 李俊浩和允儿同是二代团成员 出道早期就常常在节目上碰头 今年也常搭档主持各大奖项 还曾两度在大上舞台上 带来血脉膨胀的精彩双人舞表演 同时演技斗的二人火花十足 过去就常被敲碗合作新剧 如今终于成真 共同出演了King's Land 让粉丝都相当期待 两人因为这部剧 在上至事业新巅峰 而俊浩和允儿都是二代团出身 十几年前就认识 两人戏外总是打打闹闹 很会互相接梗 戏里戏外都很有火花 看两人交情深好的模样 也让人看得很开心 这对模范上CP在一起 大家真的是乐见其成啊 宋江 金玉珍 《与恶魔有约》是2023年末很夯的奇幻爱情剧 找来宋江和金玉珍这对年轻男女神主演 该剧将说夜之间突然失去能力的恶魔 与四面楚歌的财阀继承女之间 先欢后爱的同居罗曼史 因有颜值都超高的宋江与金玉珍主演 使剧集播出前就饱受期待 播出后也话题不断 宋江和金玉珍的爆棚CP感很吸睛 两人同光画面令人赏心悦目 互动斗趣又火花十足 而剧里对两人感情线的描写也很细腻 铺陈循序渐进也藏有很多巧思细节 让许多人都被宋江和金玉珍这对 时下最火红的CP给圈了粉 朴恩斌 蔡中协 朴恩斌和蔡中协其实早在金牌救援就曾合作过 不过当时蔡中协仅是剧中的小配角 戏粉不多 与朴恩斌也没有什么对手戏 竹井两人再度二搭 在无人岛的迪瓦共组CP 让该剧开播前就引起了观众高度期待 而无人岛的迪瓦 剧情虽然没有太着重于感情线上 但朴恩斌 蔡中协的火花仍旧相当吸睛 两人CP感十足 外形也都属于可爱狗狗像 相当般配 陈昌旭 神会善 欢迎回到三大里 由山茶花开始 导演车荣勋指导 Go Back 夫妇 编剧全会珠之笔 陈昌旭 神会善单纲主演 剧情讲述陷入人生低谷的摄影师回到家乡 却无意间遇到曾是恋人的青梅竹马 再度冲锋的两人所展开的爱情故事 欢迎回到三大里 是清新治愈风的乡村罗漫史 虽然整体步调稍显缓慢 但轻松有趣又暖意十足的剧情很疗愈人心 有笑有泪 情感刻画更是极为细腻 无论爱情 亲情 友情 亦或是伶俐之情都很吸引人 而神会善 池昌旭也双双眼镜在线 对手系火花十足 颜值极高的两人 同光起来更是极为养眼 使得欢迎回到三大里播出后 引起不少好评 大结局更以圆满的收尾或寒往大赞 龙头龙尾 黄明炫 景锁炫 黄明炫和景锁炫去年一起助养了奇幻悬疑爱情剧 无用的谎言 该剧讲述能识破谎言的女子 和曾是杀人嫌疑犯的天才作曲家 一起找寻命案真相的故事 这部收视讨论度并没有很高 但黄明炫和景锁炫的CP感很强 爱情戏非常甜 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 黄明炫和景锁炫都是气质清新白净的美男美女 狐狸像和兔子像气质互补 自然流露出很强的CP火花 同框 颜值养眼 怎么看怎么配 使无用的谎言播出后 凭黄明炫和景锁炫的高CP感 引起了不少话题 前两人戏里戏外互动都很有爱 结局后让很多观众都舍不得送走这对CP 赵云成 韩孝洲 近期以目明异能造成话题的赵云成和韩孝洲 不仅演技双双在线 两人惊人的高颜值更是配脸 戏里戏外 火花都爆棚 赵云成在剧中试演有飞行能力的黑色耀元 惊斗之一绝 韩孝洲则饰演无感超越常人的李美贤 两人因为一场秘密任务相遇相爱 纯情的爱恋情节让观众都看得很投入 韩网更盛赞两人的感情线 根本是年度最佳韩剧爱情戏 甚至连模拟异能导演 朴仁季都想撮合两人呢 刻意将赵云成与韩孝洲的吻戏 拍在圣诞节等特殊节日 而韩孝洲近期也特别到赵云成主持的韩宗 偶然成为社长第三级做客 两人与预告中曝光的高天互动 也再度引起了韩网热议 仿佛在看美贤斗志的婚后生活 最近赵云成与韩孝洲为了宣传剧集 也合拍了情侣花报 神仙颜值既养眼又配一脸 系里系外都是CP感炸裂 让许多网友都敲碗 希望两人原地交往 朴炯志朴宝英 近日再度与大理女子江南顺同框的朴炯志 及朴宝英 是决定人心目中的最爱韩GCP 两人过去透过大理女子杜丰盛 获得喜爱 朴炯志在距离是白手起家的年轻企业家 安敏赫 因为家族企业基层问题而遭人恐吓 因此雇佣朴宝英顺的大理女子杜丰盛为保镖 而朴炯志朴宝英 都是笑起来阳光可爱的狗狗像 在剧里互动俏皮又有爱 化学反应奢足 每段爱情戏都甜度超标 即使剧中六年 狗狗CP仍就连观众很难忘 疯狂敲碗两人再度搭档拍部爱情剧 宇直 金多美 崔宇直和金多美过去在电影魔女首部曲诞生就曾合作过 两人当时是对立角色 与很多精彩的对打桥段 不过去莫名很有火花 而后两人也在那年我们的夏天 二大演分手五年的恋人 不仅写实又细腻的感情线 故事深受其爱 崔宇直与金多美的超强CP感更是话题十足 相辅相成的演技以及默契 也引来观众爆棚好评 同样有着单纯无害狗狗像的两人 素配程度实在是令人惊艳不已 也因此让猫猫狗狗CP 成为许多剧迷心中的 2022最爱韩剧CP 如今更是登顶成为网友 票选最想看到再度合作的一对 金秀贤 全智贤 红遍海内外的星女CP果然榜上有名 来自新鲜的你 在播出时掀起了全亚洲追剧热潮 除了精彩有趣的剧情看点十足 金秀贤与全智贤的组合 更是吸睛度满点 金秀贤成功眼红了高冷都教授角色 全智贤也将女明星千松一的角色色彩惊现 高颜值的两人同框画面实在是太美好 互动又甜又有趣 CP感真的狂 就算波比至今已十年仍然深受喜爱 实在是好经典啊 金东旭 文佳音 2020年转那个男人的记忆法的GECP 金东旭 文佳音 除了同为Caste公司前后辈外 相差13岁的两人 挑战感情戏也是毫无违和之感 甚至在戏外合体开直播与粉丝互动 从甜蜜互看到脸贴脸聊天 粉红泡泡溢出屏幕 让观众从戏里填到戏外 被闪得心甘情愿 加上花絮中金东旭不抵文佳音 撒娇被舒服请客 充满重点电视 让人心脏受不了啦 金才玉 朴敏英 实力演员金才玉 朴敏英 搭档电视剧她的私生活 剧中也上演许多撩人吻戏 从戴眼罩 被动 遭到墙压在床 都让观众看得手脚卷缩 大呼 好像谈恋爱 不止如此 从私下堆戏开始 两人已经呈现黏糊糊的状态 甚至在天台捧脸吻戏桥段 朴敏英也忍不住提醒 欧巴要照顾我的脸哦 要金才玉不可以太粗鲁 这暧昧对话 确定要这样 你有单身狗吗 李东旭 刘盈娜 从韩剧鬼怪中 上演虐心的前世纠葛的 李东旭和刘盈娜 高音质组合 也收获一票四批粉 两人也不负众望 时隔三年 共同出演 触及真心 这次化身王牌律师 与人气虐语言的现代爱情 从遵守八级定律 上演第一吻之后 编剧也在此后 安排更多甜蜜吻戏 配上刘盈娜爱吃醋的个性 与戴萌曼般拍的李东旭 也增加了许多笑料 与粉红氛围 看完这么多CP后 甜蜜画面 有没有浮现脑海呢 趁着情人节 去谈恋爱吧